所以一开始那个影片 他说他不喜欢公立学校的老师 被说成是恋童癖 gromer 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人已经超过了恋童癖了 他是直接付出行动 要跟小孩做爱的 另一个在网路上爆红的影片 是一位小学二年级的老师 他说他非常的骄傲 因为他全班都出柜了 他全班都是性别流动的人 这段话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你听的没有错 他全班都变成了性别流动的人 他全班都出柜了 班上没有一个正常人 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一位认真知道他的学生 他学生职系列的学生 这位学生的学生 那么他学生的学生 就跟他学生 学生的学生 他学生的学生 我听他们都认了 他们他们学了 他们是第二季 学生 我当过很大 很开心用鑶 很幸运的 不在这并部 所以决定 平等一位 對於不安全的人保密 這位不知道是男的還是女的人說的 這些不安全的人當然就是小孩的父母 如果我們是在一個正常的國家 一個有常識的國家 剛剛那段影片就應該是全國的大新聞 老師在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 把小孩洗腦成一堆性別錯亂的人 他全班都改變了他們的性別 也就是說有些人變成了變性人 有些人變成了非二人性別的 有些人變成什麼性別流動的 沒有性別流動這個東西 學校在分班的時候會這麼剛好的先知的能力嗎 所有的性別錯亂的小孩全部都放在同一班 學校是先知嗎 是靈媒嗎 當然不可能 實際的情況是 我們的小孩正在被大量的先知的能力 洗腦 催眠 集體性的催眠 而且這個方式是很有攻擊性的 可以讓全班甚至全校都被集體催眠 另外一個新聞關於性經理的小孩的性教育 是來自Bright Bart的報導 CDC在提倡一個線上聊天平台 催促年輕人討論性愛 多人性愛的關係 性愛的秘密 變性手術 以及性解放運動 設計出來一個使用者可以快速隱私的頻道 其中包括了LGBTQ的成年人以及幼童 同時也是Planned Parenthood運作的軟體 這個軟體叫做QChat Space 各位父母 趕快看一下你的小孩的手機 如果你很不負責任的給了你的小孩一台智慧型手機的話 看看有沒有這個變態軟體在上面 報導上面還寫 這個是CDC的LGBT的這個年輕人健康網頁 在這裡有聊天服務 自稱這個 A Community for LGBTQ plus Team LGBTQ plus青年社交平台 特別給13到19歲的人 可以輕易的跟父母隱藏 內容也包括了很多露骨的內容 上面寫說QChat主持多元的評論平台 也有包括很多成年的以及色情的主題 包括變裝皇后101 性愛與戀愛 以及擁有多重性別 專門為雙性別以及多性別的青年設計的 QChat的內容包括變性人 變性手術過程以及變性荷爾蒙治療流程 內容包括豐富的資源來告訴年輕人 如何獲得資源來達成他們的變性手術 那這個網站或者是這個軟體有多符合科學呢 這個網站同時包括了星座學以及塔羅牌的算命 一個叫做透過星座來自我挖掘 Self Discovery in Astrology 還有Queering Tarot 變裝皇后塔羅牌 所以說塔羅牌不是只拿來騙陳水扁的 騙你的小孩綽綽有餘 戀童癖不是一個陰謀論 而是已經深耕在我們的教育系統裡面了 就是這些變態Groomer 雖然這些戀童癖還有扭曲孩童心理的議程 好像比較針對性行為 但是絕對不是他們唯一的方向跟目標 他們的目標是要把你的小孩洗腦到加入他們的宗教裡面 讓他們變成他們的宗教的一份子 不只這個樣子 他們還要把你的小孩洗腦成一個裡面的精英 變成一個最變態的群人 當這些戀童癖的催眠方案越來越激進 阻止人討論這些東西的方式也越來越激進 上個星期Reddit這個可以算是美國這邊言論自由最鬆的一個平台 他禁止了Groomer這個字 就是洗腦小孩 讓小孩還跟他們發生性行為這樣的字眼 他們說Groomer這個字是帶有恐童的意思 是一個髒話對於同性戀的髒話 Homophobic Slur 現在各大媒體馬上就跟進了 你看Reddit都這樣說了 所以說以後就不能再有這樣的東西出來囉 不能再說Groomer這個字囉 左派的新聞平台The Daily Dot出了一篇文章 說Groomer這個字眼形容而且提升對於LGBTQ團體的 仇恨攻擊 那這個說法是我們常常聽到的 而且幾乎到處都是說這個仇恨 攻擊這個追根究底就是一堆右派的保守派的人 集右派組織 像AI News啊 或是傳統教會啊 還有一般的正常人 因為我們常常使用戀童屁來說這些人是性變態 所以說才導致他們被暴力攻擊 讓他們受傷害 那為了要來證明這一點 這篇報導發了一篇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的新聞 說現在反對LGBTQ的這個威脅直線上升 這篇報導沒有給出任何的證據 反而指向了另一個統計調查數字 這個網站叫做 Arm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 上面說 反LGBTQ的武裝組織正在美國串流 而且集結 看到這裡 我們可以看出來 左派的議程是怎樣運作的 他們是怎麼把虛假訊息改成新聞標題的 就是一個左派的文章說 反LGBT的這個攻擊正在上升 然後呢 這個文章連結到另外一個文章是在說 反LGBTQ的威脅正在上升 然後那一個文章裡面再連結到另一個文章說 反LGBTQ的這個組織正在集結 所以我們就在同一天從正在集結 變成了威脅 然後變成了攻擊 變成暴力攻擊 然後他們的根據 就是在原地打圈圈 全部的故事的來源都是同一件事 新聞作業使用同樣的手法來過濾的方式 還有撰寫的模式來把上一個文章的預測寫得越來越灑狗血 越來越可怕 越來越激進 然後根據他們的說法 對於Mobilization 集結這個意思 就是任何抗議活動 暴力的 和平的 任何政治的暴力 或者是任何的文宣 例如發傳單 都算是集結 所以說你只要有任何反對LGBTQ的這些聲音 這篇文章說 現在在佛州有大量的集結Mobilization 你只要參加了某個抗議活動 例如你在佛州的 參加了反戀童P的和平抗議示威遊行 你現在就是促成了反LGBTQ的暴力行動 只透過了兩個網頁連結 就把發傳單跟和平示威變成了暴力攻擊 那講到這裡你可能就覺得說 Ethan 這篇新聞到底在講什麼 重點到底在哪裡 重點就是 這就是虛假訊息的製造方式 這一切的指控 一開始只是有人說 LGBT的這些人在搞戀童P Grooming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應該要禁止Grooming這個字 那這個字就促成了暴力了 現在他們說 目前有這麼多對於LGBTQ的攻擊 沒有證據 但是他們同時也說 這一切的攻擊都是來自於 有人說Grooming這個字而造成的 結果就是現在Facebook跟TikTok也禁止了所有人使用這個字 兩天後推特也禁了 就這個樣子 Groomer這個字就跟英文的N-word一樣 變成了一個對於一個人的人格多麼的侮辱 噁心充滿仇恨的字眼 不能說也不能寫 這邊可以想的就是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害怕這個字 因為這個字是真的 是實話 這個話語是有能力的 特別是事實的字 Groomer跟Grooming這個字就是徹底的點破左派所有的議程 就是要徹底的洗腦下一代的小孩 他們都會恨別人把事實說出來 他們最害怕的就是事實被說出來 因為當他們面對事實的時候 只能視而不見或是搶死奪離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處心機率的要去禁這些字